说起商界的女强人啊 大家首先会想到的就是董明珠 作为格力电器的绝对领袖 自1990年加入格力电器企业 董明珠如今已经在格力电器工作了32年 而其也带领着格力电器 从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家电厂 慢慢成长为如今的千亿家电巨头 成绩非然 但是随着近年来 格力电器多元化转型屡次受挫 再加上和老对手美帝的集团越拉越大 关于董明珠的负面言论也是越来越多 很多人啊说董明珠老了 是时候该退下来了 而每次关于董明珠接班人的话题 也多会登上热搜 作为商界的铁娘子 真的到了该退休的时候了吗 时间拨回到1990年 那时的董明珠已经36岁 在此之前 董明珠在一家化工研究所 做着行政管理的工作 早已经结婚生子的她 每天都要在工作和家庭之间两头跑 日子虽然平淡 但也十分幸福 然而丈夫的突然离世 打破了平静的生活 由于要背负全家人的生活重担 在丈夫离世的第六年 董明珠依然离开了家乡南京 辗转跑到了广东珠海 进入珠海海力空调场 就是如今格力电器的前身 成为了一名小小的销售员 而这正是董明珠人生转折的开始 在进入空调场后 虽然只是一名小手 但董明珠对于这份工作却非常的用心 当时的董明珠干了一件大事 在那个年代 买卖空调对工厂十分不公平 一般经销商都是先从工厂提货 等货物卖光了再解禁欠款 经销商托款欠款的情况常有发生 而董明珠在刚加入空调场后的第一件事情 便是去讨债 在经历了多次讨债之后 董明珠发现这样做 工厂永远只会处于被动的位置 很难扩大规模 于是董明珠定下了一个新规 作为工厂 必须要让经销商和格力达成先付款 再供货 这个做法不但在格力电器时创新 甚至在整个家电行业 也是巨大的创新 在进行了模式创新之后 董明珠的业绩开始飙升 才加入空调场短短两年时间 董明珠就成为了空调场的销管 个人销售额突破了1600万 占整个公司业绩的1% 由于业绩突出 董明珠开始为以重任 直接被派去开发南京市场 而她的业绩在1994年 也飙升到了1.6亿 创下了销售界的奇迹 不过这边 董明珠在南京开疆拓土 另外一边格力电器总部 却碰上了大问题 当时竞争对手跑到格力电器 高薪妈人 格力销售部的副部长 受到了竞争对手的高薪聘请 带着十几个销售人员挑槽了 这对格力电器的影响非常大 而作为销冠的董明珠 其实也受到了对方的邀请 但她放弃了高薪 选择留在了格力 那也正是因为这个选择 董明珠受到了当时 格力电器厂长朱鸿江的重视 成为了销售部的部长 而在成为销售部部长之后 董明珠带领着格力电器大步向前 从1995年开始到2005年 格力电器连续11年 蝉联空调产销量 全国第一 在2007年 董明珠正式成为了格力电器的CEO 2012年正式成为董事长 很多人看到了董明珠台前的风光 但其实她在背后也付出了许多 相信不会有人否认 董明珠对于格力电器做出的贡献吧 但是最近的这些年里 关于董明珠的负面言论也是越来越多 至于原因 无非就是屡次的多元化转型无果 以及格力电器和老对手 美地集团的差距越来越大 回顾最近这几年 董明珠想要借助新载道实现多元化转型的意图 可以说是十分明显 2015年 董明珠在参加广东省广州市中山大学博学大享堂时 突然宣布 格力手机已经做出来了 我已经在使用 自此格力手机正式进入了大家的视野 这是董明珠的第一次多元化转型的尝试 不过手机市场显然并没有那么好切入 到了2021年 在格力手机推出的第六个年头 其依旧还是雷声大 雨点小 董明珠的这一次尝试 也是以失败告终 2016年 在刚刚宣布进军手机的董明珠 又看上了新能源汽车 企图通过入股 珠海银龙实现多元化转型 不过这一次的转折也是一波三折 先是股东大会否决 自掏腰包入股后 又与第一大股东为银仓爆发矛盾 甚至对簿公堂 而到了2021年 虽然格力电器以18.3亿拍下了 珠海银龙30.47%的股权 实现了控股 但到现在也并未掀起太多的风浪 董明珠的新能源汽车转型 也难言成功 而到了2018年 当时在新能源汽车受挫的董明珠 又描上了芯片 在2018年中的格力股东大会上 针对外界对于格力造星的质疑 董明珠面向全体股东声称 格力星已经研发三年有余 计划将在未来三年中投入500亿元 用于芯片研发 哪怕投资500亿 我们也要造出自己的格力星 不过到了三年之后 虽然格力星已经是开始运用到了自家的产品上 但距离真正的外贡商用 恐怕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 而在这些年的折腾下 格力电器和美帝集团的差距也是越来越大 从市值上来看 目前格力电器的总市值为2300亿左右 而美帝集团的总市值则在5300亿左右 曾经旗鼓相当的两个对手 如今实力相差悬殊 由于近年来格力电器发展不顺 关于董明珠退休的言论也多了起来 有不少人认为67岁的董明珠已经老了 很难再像以前那样带领格力电器大步踏前 但事实真是如此吗 其实我认为作为上一代的传奇人物 虽然董明珠的年龄在逐渐扩大 但是他并没有脱离时代 甚至可以说是紧跟时代的潮流 例如在直播的这个领域 这么多知名企业家之中 董明珠可以说是最早出来直播的一位企业家 现在不少的媒体提到企业直播的时候 都会提到董明珠的这个例子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近年来 格力电器的发展速度的确在减慢 而董明珠的多次转型呢 也的确是无功而返 但其实从另外一面来看 这也是铁娘子的魄力所在 虽然明知困难重重 但还是依然选择了最难的方向 或许对于董明珠来说 在格力电器还没有真正实现多元化之前 退休还十分的遥远 这就像当年董明珠进行销售体制改革 在面对高兴挖人时坚定不跳槽那样 纵使格力电器平稳发展这条路更容易走 但其依旧选择了多元化转型这条最难行的路 在某次采访当中被问到 如何看待格力转型之路并非坦途时 董明珠坦然的说道 我从来不认为不顺利 我觉得很好 大家对我的期望太高了 或许就如采访中说的那样 不是董明珠失败了 而是我们的期望太高了 或许对于这样的企业 我们应该抱有更多的耐心和宽容